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月份左右完工 也就是2023年的1月份左右完工 这是第二期 有两栋楼 中间是Town House 总共7层楼高 第二期会在2024年年底完工 那这个项目呢 有6个花园 目前这个花园只有2200平米 在2024年年底会被扩展到6200平米 您现在可以想象一下 植树在花园里是有什么样的体验 Chokman Gardens的开发商 建筑商 设计师都在这里 NIC是他们的 Realtor 这张地图显示了他们过去10年间所有的完工的项目 从2003年一直到2021年 绝对是行业的大佬 超过25年的行业经验 绝对是这样的保障 PTW是这个项目的设计师 One Sydney Harbour by Rangiver 是他们曾经做过的项目之一 国际项目上还有北京奥文会 水利峰 而且他们得过很多奖项 比方说Synie Design Awards 2019年 还有Architecture Master Prize 2021 这是Chopas Garden的Urban Planner 他们之前的项目是Berangaroo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开发商 名字是CG Group 他们有超过20年的行业经验 也得过很多奖项 这个地图是他们在悉尼之前完工的一些项目 这个Erbys是这个项目的景观设计师 他们之前的项目之一有Central Park 还有One Sydney Harbour 现在让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的厨房 超大的导台 充足的储物空间 无论是一房还是三房都有五个灶台 所有的厨房都是Soft Closing Slushback后面也配有LED灯 所有的厨房家电都是来自Smack 那包括洗碗机 煤气灶台 抽油烟机 还有烤箱机 非常的高级和上档子 这里就是洗手间了 空间也是相当的大 做成了干湿分离的样子 随着全的墙壁内嵌 三门的镜面储物柜 下面是LED灯 现在又时尚 嵌入式的马桶使得洗手间的空间变得更大了 超级大的浴缸 让你在一整天的工作结束之后 回到家有一个放松的时间 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请联系我 来我们展厅 让我为您全方面的仔细的介绍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